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如何破解區間測速 那現在的時間是2022年的3月 在上個月全台灣各地的區間測速 在沉積了一年左右的時間 又全部死灰復燃啦 幾乎是全部死灰復燃啦 那至於這麼密集的區間測速 測速執法到底有沒有效呢 我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們台灣呢測速執法如果要說自己是第二名的話 全世界應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敢說自己是第一名啦 但是呢我們台灣的 車禍死亡率 車禍肇事率呢 幾乎是全世界先進國家的最前段班 測速執法這麼密 死最多人有沒有效 大家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 那我現在所在地呢 如果是比較常在北部活動的朋友應該會知道 這邊是北宜公路的起點 在228連假的時候呢 我們極限專賣的Eason呢 他不是有在 北宜公路上面賣香腸嗎 然後呢 在地的居民跟他說什麼 北宜公路速限40實在是太低了 我們在這邊的 基本上都是用一個均速60左右的速度來做行駛 測試店啊 他只有跑40好像跟騎夾車一樣 你都受不了是不是 對呀 我覺得40跟他 我這個阿嬤都覺得 有點慢耶 就連警察大學他們的研究也都表明說呢 在北宜公路上面 他們觀測到大部分的用路人都是用60左右的速度來去做行駛的 也就是說 目前北宜公路的速限40 是遠低於 這邊的自由車流的一個速率 那這會導致什麼呢 這當然就導致行車速率嚴重低落 再來呢 還會導致什麼 駕駛人 在開車在騎車的時候要看的是什麼 要看的是 前方的路況 而不是下面那個他媽的儀表板啊 那我等一下呢要來跟大家講這個破解區間測速方法呢 會從我們現在的鎖在地 新店銀河洞開始 全程走台九線走到頭城 的終點 全程會走在北宜公路上面 不會繞其他的小路 因為之前網路上有其他人去介紹這個 去躲避區間測速小路嘛 那我自己有測試過啦 我發現走那些小路 所花的時間呢 還比我去停在路邊 停靠 所花的時間還要來得多 那我覺得那個是比較 沒有效率 沒有經濟效益的一個方式 我等一下呢要跟大家介紹這個方式呢 也不需要停在路邊做休息 做停靠 因為什麼呢 我今天就是要從台北 騎車騎到宜蘭啊 你不讓我走國道5號 不讓我走雪水 我就只能來走北宜啊 我走北宜 又彎又繞 本來就要花比較多時間了 結果呢 要設一個區間測速 逼我要花更多的時間 喔 我覺得這個 事情不行 而且還有一個 更要求的地方在什麼呢 現在 3月這個時間點呢 他說什麼 北宜公路實施區間測速路段 叫26到32K 下一個月會換到哪個地方不知道 再下一個月會換到什麼地方不知道 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什麼 戳戳了嘛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今天 到底會戳到哪一段區間測速 到底走哪一段地方 可能會被罰 所以說呢 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方法呢 這個方法呢 可以讓你走完全段的北宜公路 或者走完其他公路呢 你都不用去猜說 他真的分段實施區間測速的時候 到底是哪一段 再做實施 因為這些東西 我們一般用輪基本上是拆不到的嘛 那等一下這個方法呢 其實說老實話 我自己也沒有試過 所以說呢 這部影片等你們看到的時候 應該會在五六月的時候 也就是 等我確定 有收到罰單 或者是沒有收到罰單的時候 我再來跟大家講 那不管呢 有收到罰單 還是沒有收到罰單 那我這影片都還是會貼出來給大家 來去做一個參考 現在時間呢 是下午的三點 45分 等一下呢 這個方法 測試是順利的話呢 我們大概可以在 五點之前 再在五點左右呢 就可以到 頭城 北宜公路的終點 那我們就現在出發吧 好 好啦那我們現在到了19K這個地方 也就是 北宜公路第一個時事區間測速的地點 那現在時間是 3點52分 剛才路上車子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是 拔鑰匙 打開我們的 後車箱 然後呢 這個方法呢 需要的法寶是什麼呢 一條抹布 以及兩個 夾子 這個文件夾 怎樣呢 把它 放在這個地方 大家不要緊張 我們做的這個事情呢 我有查過法規 是合法的 接下來呢 就會比較 稍微辛苦一點點 啊 我們要開始推車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 區間測速呢 它的原理是什麼 去記錄你的車牌 然後呢 去做前後的比對 也就是說如果 你可以讓你的車牌 不被區間車處給記錄到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去跟下一段 來去做一個比對 那我會建議大家呢 稍微推遠一點點 因為我不確定它的那個監視器 它那個鏡頭可以拍得多廣 那我們推過了那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車牌 上面的抹鋪給拔下來 然後把它夾好 等一下還會用到 繼續出發 現在到了23.1K 二格第二格偵測點 那這邊如法炮製 那我拿下來 把車牽過去 進去 盡量安全一點啦 就是躲到一個 它比較不會拍到的位置 要丟往後看是什麼都看不到的 我們就可以把抹布拔起來 好 我們出發 那接下來來到了第三段 26K 也就是他們目前說是有實際在運作的這一段 這邊應該是最輕鬆的一段 好 接下來到32.2K的偵測點 也就是財帽彎前面 哇 這是我第一次用走路的走進平林市區啊 不知道 不知道的人搞不好還以為我是拋錨 不知道的人搞不好還以為我是拋錨 好 那我們現在到北宜縣界石牌公園 這是我們在新北市境內的最後一段區間的結尾 然後呢 用牽的 影響我們的終點 那邊 沒事沒事 哇 感謝 算心路人 看起來是CB300R耶 這一台車的兄弟車 同一顆引擎坐的 後來 沒幾公尺之後我又要下車了 用牽的進入宜蘭 這邊一樣是下坡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頭層了 只要再把車子牽過終點線 我們就算結束了 區間測速終點 前面順便附贈一隻 測速張裝機 太棒了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北宜公路的頭層終點這邊 那我們現在時間呢是5點13分 那不過我們剛才停下的時間大概是5點11分左右啦 不過都還是比我們原本預期的5點出頭左右還要再 花了稍微長一點點的時間 不過還要扣除 因為剛才我停在路上面呢 還有換GoPro的時間 因為GoPro剛剛電池已經沒電了 所以我要去更換它的電池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整體來講其實 還蠻累的 有運動到有運動到 也就是說呢其實 我這一次測試的這個方法呢 基本上 對機車有效 對汽車呢可能就 比較沒辦法一點啦 對啊我當然也知道就是對汽車來講 其實要去忍受這麼長一段的區間測速 其實也是蠻痛苦的 但是 目前對汽車來講 就真的還沒有想到其他方法 那不過 如果你是騎機車的話 這個方法可以使用看看 那我覺得還是一樣 區間測速 懲罰到誰 懲罰到的是 真的需要利用這一條路來南來北往的人 懲罰到真的是這些人 以前沒有區間測速這樣在搞的時候 我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甚至有 之前有比較快 大概是50出頭分鐘 那就可以從新店就直接到坪 就可以到頭城這樣子 那區間實施下去之後呢 你用40公里的速度下去算 得到的數字大概就是接近一個半小時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這樣子用簽的方式 用簽的而不是在路邊這樣一直停等 一直停等一直停等 其實還是會稍微再快一些些的啦 我覺得這個方法是可以嘗試的 那不過呢 還是一樣同一句話 到底會不會真的有效 我們還是要等到 大概這五六月的時候 也就是我把這個影片傳上來給大家看的時候呢 我才會知道說 這個方法到底是真的有效 可以省掉很多罰單呢 還是沒有效果 那我覺得應該會有一些人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為什麼不要就是挑著簽就好 就比如說像是 我們第一段是從19到23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23到28 那如果說我只有用 我只有在23可以用簽的話 那我不是又同時避掉19到23 以及23到28這兩個區段嗎 我覺得這個理論上基本上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沒辦法保證一件事情就是 他會不會哪一天就說 欸我要把這個區間的偵測的這個區段把它拉長 比如說我要去偵測19到28 我直接把28的數字去減掉19的數字 然後去得到中間這個區段 有沒有可能我覺得未來 說不定他們哪一天突然想到了 他就會這樣做 那也搞不好啦 就是我這影片一發出來之後他會想到 欸我們可以這樣做喔 不知道難保對不對 那最後呢我還要來跟大家講一個就是 為什麼我從最開始的19K 遺留到68K 這中間大概11個這個桿子 我都要全部下車來用簽的通過 假設說他今天從19K到23K這一段他開機了 但是呢他在19K有抓到你的訊號 但他在23K抓不到的時候 會不會他就跑去什麼比對車牌 比對車型然後警察跑去比對 然後呢發現說 欸這個從19K通過的這個車子 他在23K消失了 那其實呢他不是消失 他只是把車子用簽的簽過去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代表說呢 我們的警政署交通部 口口聲聲說 只要沒有違規的影像呢 他們全部都會把它做刪除 這件事情如果真的發生了 就代表他沒有刪除影像 那這個是其實是還蠻嚴重的自然 跟人權侵犯的問題 那總之呢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如果你有任何想法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區 留言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來做討論 那希望大家未來呢 都可以不要被監控 不要被區間測速來去做財閥 因為呢我們都知道 測速照相機插得那麼密 結果台灣呢 造勢率還是全世界非常高的國家 那這代表什麼呢 讓我大家多親自住民 好 好 那再請大家呢 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